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113了 那么我们以前打电话 比如说我们是我在安徽 我在安徽呢 我们打北京电话是怎么打的呢 是从安徽的 比如说我在安徽这个城 我老家是安徽五湖的 那么我们从五湖这个地话 拨到长途台拨113 到了113以后呢 113在长途台以后呢 他用一个插孔 把这个插孔插进去 从这个地话接到什么地方 接到合肥 接到安徽生省会 然后从合肥怎么办呢 然后接到江苏 然后从江苏怎么办呢 接到山东 然后从山东呢 接到河北 从河北接到北京 从北京找到这个单位 找到这个人 好了 找到这个人回来怎么办呢 在这个人再返回来 从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合肥 到五湖 然后才能把这个电话给接通 那么这样的一般的 一个长途地方要两个小时 六十年来 我国居民的通信方式 从电报 信函 到固定电话 移动手机 互联网 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覆盖全国通达世界 技术先进 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 初步建成 2008年全国固定电话用户 比1949年增长1560倍 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 由1988年的0.3万户 增加到2008年末的614125万户 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近3亿人 居世界第二位 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 通讯方式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网友 是在网上认识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约会啊 我们可以去一起参加活动啊 我们去自驾游啊 我们去自由行啊 这是在以前 以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为什么 你要联系100个人 你是一些多么难的事情 多么痛苦的事情 但是今天一个帖子 就可以联系100个人 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的这种思维感觉 情感表达 都随着通信含义的发展 发现了很多变化 60年来 中国人的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2008年底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 达21.8万元 比1952年底的8.6亿元 增加2.5万倍 这是2008年10月 重庆永川市农民 在营业所办理金岁汇门卡的情景 这是2009年3月 南京市民清早在银行排队购买国债的情景 手中有钱 心中不慌 党和国家更加尊重个人财产 中国人开始勇敢的追求财富 同时也在积极的创造财富 60年来 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 提高到目前的73岁 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这些经历了新中国60年风雨的老人 用他们的笑脸告诉我们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